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编作必要性的演示 我们现在写两句诗 让大家看一看 字与字之间的彼此联系的关系 在唐朝有一个叫王维的诗人 写过这样两句诗 叫做江流天地外 山色有无中 这两句诗 就是唐代的王维的名句 不过曾经有朋友跟我说过 这两句诗是宋朝的欧阳修写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苏式的词里面 曾经引用的时候 说是欧阳修说的 比如说苏式的一首词叫念如胶 在这里边有两句 他说 记得醉翁雨 山色有无中 醉翁嘛 就是欧阳修 醉翁亭修写的嘛 所以说 醉翁就指的欧阳修 记得醉翁雨 山色有无中 认为是欧阳修说的 其实欧阳修呢 是引用的王维 唐朝的王维的诗句 这两句是王维的一首 《武律诗》里边的其中两句 叫做 江流天地外 山色有无中 为什么举这两句干什么 就是这些字都是常用字 江流天地外 山色有无中 都是大家最熟悉 最常用的一些字 因此也是我们在千边 讲过那三百集 《买日一字》的当中 都介绍过的单字 把这些单字组合成 这么样的两句诗 或者一篇作品 比如说协夫英联 上来写江流天地外 上来写山色有无中 那么这个谋篇布局 也就是我们说的单字 与这个涨幅作品的关系 这就有很多问题出现 好的 我们边讲边写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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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先看 写了五个字 江流天地外 这五个字写完了 大家看一看 它基本上都在格的正当中 我按跌一点格 大家看 这是格的那四个角 江子应该在这四个角的正当中 再看这个流字 这是这四个角 看流字在当中 然后看这个天字 也在正当中 地字也是这样 外字也是这样 大家看完之后 觉得这很神奇 一点不神奇 就是写的多一点 练的多一点 单把江流天地外 单字写好了 需要80%的时间 而这些个字 把它写匀了 点画粗细合适 大小均匀 又能写到 这格的正中 横成线 横成列数成行 那么这样 写好 只需要20%的时间 大家觉得 哎呀 这么难 原来这么省事吗 我告诉大家 单字要难得多 想把一个字写好了 非常的难 但是要想把它写匀了 也需要一定时间 虽然我们不应该 这么量化 怎么建的就80 怎么建的就是20 这个百分比 怎么得出来的 这个无法答复 但是按照我个人 写自己经验 我跟大家说 我个人经验 就是说 我把这些东西 单字写好了以后 剩下的这些个 需要把它摊平 需要布局 各方面都非常匀整 只需要20% 这样是时间 因此这个难度不大 但是有的朋友 就以为单字写好了 拿起来我就写成 也不然 也不是这么简单 你还得需要 拿出一定的时间来 那么去反复的练习 但它的难度 远不像单字那么难 只要把单字写好了 基本问题就解决了 可是有的朋友跟我说 我单字已经写得不错了 可是就是摆得起不好看 我对你说 你那单字过得还不硬 还不够纯熟 只要过硬过纯熟了 比如说 你写这个天字 大家看这个天字 你自己认为 这一个字写得不错了吗 好 你连续在一篇当中 比如这一篇 这张纸 大约有这么 二十来个字 你写二十个天 大小一致吗 粗细相同吗 都能写在歌的当中吗 都能够横乘列 树乘航吗 如果你只写一个天字 就能够写匀了 那么这个问题 已经解决了 问题是 你只写了一个天字 觉得不错 让你连续三个天字 写五个 你马上就变形 而且大小就不匀了 粗细点画都不对称 不用你都写圈文 就让你单写一个字 包括知乎遮掩 每个字让你写一篇 你也写不匀 如果你都能写匀了 那么章法的问题 已经解决了 所以我们说呢 大家感觉到 很头疼的事情 其实有时候 练习起来 是办法简单 但是需要时间 需要认真 好 我们把下边的这个 我字再写出来 我们把下边的这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大家来看 又把后边的五个字 都写出来 我们仍然把它用点 点出来让大家能够 看得清楚一点 仍然是在格的当中 大家说你写的时候 你是不是仔细看 刚才大家从录像看得到 我完全不去看格 是不是写正的关系 我就顺便这么写 实际上就是熟练一点 不用去看 随便笔 笔到了纸上之后 自然感觉到 是不是在格当中 而且在我们写起来的时候 经常是觉得 还没有写之前 就已经感觉到 哪是点的开始 哪是那的结尾 高有多少 宽有多少 心里扫已经有数了 好像也用不着 去往纸上写 好像纸上已经出现了一个字 我们按这个字在描一样 真的是有这种感觉的 好像一下笔之前 就看到这个字 已经跃然纸上 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就来自于 长时间的一个练习 所以大家不要焦躁 着急 哎呀 怎么还写不好 还写不好 我想有两个心情是重要的 第一个 不要不着急 第二个是不要真着急 如果不着急 也不行 写不好自己说了 对了 张三李四他们写多少年了 我这刚写一年半年的 写不好是应该的 写不好 别着急 老劝自己别着急也不行 老真着急也不行 写不好急的 笔也扔了 这个纸也撕了 那没有必要 就是这种啊 就是既不是十分着急 又是认真的去这么练习 这是进步最快的 因此把握好心情 好 我们现在呢 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一篇字当中啊 它的粗细变化 注意看 这张字当中 比如说 山字和天字 笔画少 就相对的粗一点 像色字和山字 明显看到 山字的笔画粗 色的笔画就细一些 是因为笔画多少的关系 这是弄明白的 在单字当中 有时候反映不出来 放在一起就看出来了 大家看 山字笔画重 是因为山字的笔画少 同时要看到 山字的整体 大家看一看 它是这么大一点 色字的整体是这么大 可是当我不画出这个边框的时候 你却感到它一样大 这是一个理解问题 如果我们把山字和色字 写的这个边框是一样大了 那么这两个字都要不得了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在过去讲到 日本国三个字 是已经说到过 日字就应该是小的 国字应该是大的 但是那个容易明显 像山字很多人都容易写大 要不写的太小 这个色字和山字之间 从外框看 有这么大的差异 但是我们写出来 它是一样的 比如江和流这两个字 大家明显看到流字大 江字小 实际上呢 江字笔画重了一点 流字笔画轻了一点 而加在一起这两个字 分量是一样重的 我们在过去设计过这些话题 今天呢 不妨再深入地谈一谈 就是说字形的大小 不管大还是小 它的整体分量是一样的 比如这个字在歌里 应该是五公斤重 那么那个字在歌里 应该是五公斤重 比如这个字 有二十个点画 那个字只写了一横 一字 那么同样 是分量一样重的 这个分量重 是下笔改善的力度 和笔画的粗细 结合起来看 并不是说 这一个点画 等于那二十个点画的 粗 那就不是字 比如说我们再写这一字 大家看 这一字在这个歌里最重 也就写的这么重 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写 一起去做什么 比如这个旗子 大家看这个旗子 这么多点画 如果把这么多点画 都加起来的 粗度和这个旗子一样 那个旗子要不得 或者旗子也要不得 那是不可以的 但是你感觉到呢 一字的重量 和旗子重量是一样的 它在这一个歌当中 就是说你是棉花 你站的面积大 我是铁 站的少 但是我们在这一秤盘当中 摇起来分量是一致的 这是在写楷书当中 在一个歌的空间占领当中 要注意到大问题 如果你把一字写的太细 假如我们还写这两个字 或者写的太细 或者写的太轻 写这样 然后起字你写的 点画相反倒重 肯定显得 这个一和起 就很不协调 如果反过来 尽管就是个一字 你把写的太重 你觉得笔画少吗 写重一些的 然后把这起 写成了笔画太细 虽然这个起 这么多笔画 但是仍然看的时候 一字分量太重 很不协调 因此这些事情 需要我们在练习当中 在临帖当中 注意 特别是通灵的时候 一定要看看 前辈书家是怎么写过来的 在开始一定要注意 亦步亦趋地跟着字帖走 我总是对初学的朋友说 我之所以你还没有写好 是因为你的意志 没有被别人代替了 在初学的阶段时候 一定你的意志 被老师或者是卑帖 所取代 没有你个人意志而言 完全忠实于字帖 他怎么写 你就怎么写 即使你看着不好看 你也去那么临 认真的去学 让别人的意志 取代你的意志 就像我们学习体育 比如打球也好 这个举重也好 你在练习的时候 教练告诉你怎么办 你就得怎么办 你不能说 我认为 这如何如何 是不可以的 你必须得执行 在长时间的 被别人意志取代你 这个以后 渐渐渐渐你成熟了 才能产生你自己 一个正确的意志 如果你不曾经 被别人取代过 你打写字的偷一天 你就认为 我心我素 我想怎么写怎么写 我临帖 我看着古人写的不好看 我就随便改动 甚至我怀疑老实 怀疑背帖 若这样临 你肯定写不出来 所以然 而这种说法 现在最为时髦 有人就跟我这样说 我临帖 我不去正式的临 我只是去观看他 我一再的去观赏 理解 我不希望得到他的外形 我想得到他的精神 诗人这些个话 我常常感觉到 是美丽的谎言 如果你在临帖的过程当中 你得不到他的外形 你想得到他的精神 这纯粹是自欺欺人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 每日一字 朋友们 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个 秘字 这个秘 就是秘密的秘 因为这两字通音 是下边这个代宝盖的这个秘字 我们现在把这个字 用楷书先演示一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大家看这个秘字 这个秘字的写法 欧阳荀 就是这样写 那么这个秘字 这种写法呢 在古背铁当中 也常见别人这样写 不管在背铁当中 都有这种写法 有的呢 还把这笔啊 直接纳出去 不用反纳 大家注意看 就是这一笔 直接用一个正纳 纳出去 我们来写一遍 大家看 这样写 这里需要说明的呢 大家再注意看 这个地方 在前辈书家 经常不把它这样填死 非常这个 就是 留一点空白 我们大家看这样 不写上面宝盖 单看这地方 就这地方 稍稍有这么一点 然后就这样写 我指的是哪 就是这个地方 它不 它不连上来 它直接写完这个之后 就在这地方 稍稍一 拐一点点 达 马上 这就或者是 用正纳过来 大家注意 凡是写反纳 加上左边撇的这个 它大部分都是 这个反纳要高一块 跟下边并不取平 反正写成正纳的这个 往往跟下边取平 要注意到这一点 但是我们现在写的这个密字 不是个规范字 现在 这个密字的规范字 应该是这样写 就是宝盖下边呢 是一个B字 B字下边是一个山子 注意看是这样的 写一篇 如果会写B字 就知道这个笔顺 然后在这个地方 下面再写一个山子 下面就没什么区别 是这样写 那么帮大家复习一下 就是这个B字 应该是这样写 先写撇 这笔短而抖 很短 比这个新字的勾啊 要抖一点 要短一点 然后写撇 就是大部分书家这样写 还有一种写法呢 就是先写这个点 注意这个B字 先写这个点 然后写这笔 然后写这笔 再写这笔 这是B字的这两种写法 再写这个密字 如果当这个规范字写数 也可以这样写 先写这一点 然后这一笔 下不写三字 这也没问题 在古碑帖当中 这两种写法是都有的 我第一种介绍的 是欧阳巡的这种写法 好的 大家看一看这个密字的 新书写法 这种写法 这种写法 实际上凯数的快写 这样写没问题 而更常见的 还是我说的 欧阳巡的这种写法 最多 就下面这个地方 开始这样 这样写 写慢一点 大家看 这笔写慢一点 是这样过来 这样 直接写成个B字 写慢一点 是这样的 笔顺上看 也可以是第一种 就是这样 先写这一笔 再写这个 这必须得熟练 现在有些书法家 经常揪住古人一句话 比如说他写不熟 他写不快 他就说了 字写太快是不好的 写太熟了之后 就显得油滑 确实是这样 在非常书练当中 容易产生优化 但是那些写不快 写不熟的人 你没有资格这样讲 是在写书 写快 写得非常精巧的时候 要故意把它放慢一点 写 这是个掌握 所以孙国听书谱当中 把这个道理讲得很充分 就是烟流问题 大家看一看书谱就知道了 好 我们下面给大家 讲解一下这个字的 草述写法 看草述写呢 就很奇特 注意看是这样的 有什么区别呢 中间这个B字 没什么区别 就是比兴书再快一点 或者点这一点也行 这样写也行 或者先写这一片 也可以 也就是先写点 先写点还是先写片 这二个都无所谓 它所不同的是 第一个把上面的宝盖 整个去掉了 咱不是草头 这个噱头 棉头无左盼吗 就是 这宝盖不写左边这一竖笔 直接这样写 但是这里连这个都给剪掉了 整个上面不要 就是这样写 写慢一点 下边的这个山字 没有在这儿写 是直接用草书的这个山字 来代替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到 在写这个密字的草书的时候 是不要加宝盖的 这样加完即使是没有 这个左边的这个 这个左盼 即使这样再写过来 也不是草书 我理解 古人就想到了 只要上面写个壁 下面写个山 那么一般人不会念错 这就是密字的特征 把它写出来 就不用再加宝盖 我想应该是这样 好的 大家再看看这草书的 这个密字 写慢一点 写多慢 这个之间的节奏不能乱 比如说写快了 也是这样的一个节奏 再写慢一点 也是这样的节奏 所以我经常说 现在人们总说 是个快节奏的时代 这个节奏 不是快慢来分的 是有快有慢 错落有致 速度快与慢 都是在一个需要的当中 有快有慢才叫节奏 所以我总说 快节奏这句话 是个病语 请不吝点赏